历史像水一般流淌 历史上的今天 讲述历史真相 道出生命冷暖 9月16号 亲爱的朋友 您好 我是江峰 石门坎 这是一个地名位于贵州碧节地区的威宁县 贫困山区是苗族人的聚居地 这里是云贵高原乌蒙山区的核心地带 真正的是冲山眷岭的汽车 在大山区里面行走呀 左边千尺高刃 右边是万丈深渊 如此 蛮荒之地竟然在上个世纪 成为了西南地区的文化高地 你说奇也不奇呢 这里的确是发生过奇迹呀 奇迹是谁带来的呢 1904年 一个从英国来的传教士 名叫伯格里的带着假辫子 穿着中国的服装跟着猎人 来到了石门坎 伯格里的英文名字叫做Samuel Pollard Samuel Pollard 1864年出生在英国的一个牧师家庭 原来在伦敦邮政银行做个小会计 可是他不愿意整天坐在那里数钞票 正好当时英国寻道工会 说招收到中国的传教士 伯格里决定投身传教事业 1887年 23岁的伯格里来到了中国 他先是在云南昭通传教17年 这17年只发展了不到20个基督徒 伯格里当过会计吧 就在那算 17年 20个人 一年发展1.17个人 好像少点啊 怎么回事呢 伯格里呀 就跟最早来中国的传教士立马斗一样 他想着呢 先跟中国的儒生 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打交道 人家给他们传教 因为他们有文化有影响力呀 再由他们带着不就更多人的信教吗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什么 儒生情节 有一种莫名的文化优越感 很难接受孔梦之外的精神信仰 伯格里正犯愁的 17年了 自己都当上主教了 还是每天拿着个锣 汤汤一敲 然后后面一群小孩跟着起后 传福音咯 传福音咯 怎么样才能让这个传福音的事业有个突破呢 突然 这天来了几个贵州山里面来的苗族猎人 他们看见敲锣的伯格里拿出个鸡蛋 在伯格里的眼睛旁边比划了一下 大声的喊 找着了 找着了 这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几个猎人 有一天打了一只大野猪 高兴的往家里走 碰着一群遗族人说 这猪是在他们的土地上打的 就是他们的 就把猪给抢走了 后来是一个黄果树瀑布来的传教士帮助了他们 给他们写了一份壮旨 交到了官府 官府把野猪判给了苗族猎人 这些猎人回去跟山里的这些头人们一说呀 大家决定说一定要传教士过来 让他来教我们认字 告诉我们怎么样不被人欺负的办法 结果他们找到传教士 传教士说 我妈就负责黄果树瀑布这一块 你们要找 就到昭通去 那里有我们的主教 然后猎人说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才是你的主教呢 你找啊 长着一双跟鸡蛋那么大的蓝眼睛的 就是他 苗族人邀请伯格里到了他们那里去 因为当地的苗族人要读书认字 石门坎当地的知识缺乏到什么程度 整个部落只有一两个老人会加减法 所以当地人赶庙会想用鸡蛋换些盐 都不知道能换多少 每次得把老人年纪大了 走不动了扛到市场去完成交易 早期的西方传教士都知道 在中国传教 办学堂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那么好 办学建教堂 要土地呀 伯格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买地 您知道这个苗族人是当地地位最低的 管理他们的土司都是乙族人 财主也都是乙族人 所以这个伯格里在当地长老执椅下跋涉几十里 找到了乙族人的大财主叫做安荣之 安荣之一看 哎呦 娘呀 高鼻子 懒眼睛 还能说汉语的洋人 稀罕 先吃饭喝酒 奏乐 这酒族饭饱之后 安荣之就问了说 博先生 你买地要干什么用啊 买地办学校 办学校 好啊 那你要买多大的地呢 伯格里说了 我只需要一张牛皮那么大的地 安荣之说了 你既然只要牛皮这么大的地方 那我就送你了 伯格里回到石门坎 真的找了一张大水牛皮 用药水给浸泡泡软了以后 用刀把牛皮一条条给切成细丝 把牛毛也给拔下来 结成线 就这样的 牛线加细牛皮 圈成了一个八十亩的一块地 安荣之听说后哈哈打笑 说这个狡猾的洋人 我就知道他要耍滑头 不过嘛 他要办学校 滑头就滑头吧 那块地送他了 1905年 也就是在伯格里来到石门坎 第二年 石门坎学校建成了第一个教室 这教室花了五英镑 所以这个房子叫做五镑房 这个房子既是教室 也是第一座教堂 也是伯格里的办公室和住所 伯格里的太太是英国著名的护士南丁格尔的学生 也是自愿到中国来做义工的 就在这个五镑房里 两个人每天晚上 得把床上的东西搬开来才能睡下 也就从这个五镑房这个小教堂开始 石门坎的奇迹 发生了 苗族人他不像汉人那样有那么多的优越感 汉族人总是什么 心怀着教化西方人的高大念头 反过来又生怕西方人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畏畏缩缩 苗族人在伯格里教堂建好的第一天 就多达6000人跑过来要接受洗礼 那个小教堂 别说容不下那么多人了 就连那浸礼用的生水都不够用了 排队呀排队 伯格里让大家排队 苗族人也不着急 在教堂外升起篝火 边唱歌 跳舞 边等待洗礼 其实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上帝 只知道也许被这个鸡蛋一样大眼睛的传教士祝福以后 就会认字啊 就会有文化了 就不会再被人欺负了 一批批的洗礼 这持续了很多个晚上 到后来都成了当地一个习俗 什么呢 就是在教堂外面点篝火聚会 只不过渐渐的大家在篝火旁开始一起唱 赞美上帝的圣歌 那么经过了武邦房洗礼的苗人 是不是就真的有文化了呢 苗人在伯格里之前是没有文字的 苗人的祖先是谁呀 吃油 就是那个跟皇帝打仗打败的那个 他打败仗以后 就被这个炎帝皇帝 往西南边垂 一路往南边赶 这一直就追到了最偏僻的地区 苗族的传统呢 都在他们的衣服的这个装饰上反映出来 衣服下面不是一个三角形吗 三角形下面有一条绿色的横杠 就表示这个部落呀 在南迁中渡了一条黄河 还有两条横杠 对 黄河长江 很多文化符号都暗藏在衣服的文饰当中 正是这些衣服的文饰 给了伯格里灵感 让他发明了苗文 并用苗文翻译了圣经 当时整个那么诺大一个中国都找不到一个工厂 可以把这个苗文圣经给制版印刷出来 后来这个教会的弟兄和帮忙 跑到了工业最发达的上海 开不了模子 怎么办呢 最后是教会联系到了日本横滨 在日本横滨 制版完成了大花苗文的圣经印刷 现在这个文字被联合国称之为伯格里文 或者叫做大花苗文 在这个以石门凯为中心 周边方圆几百公里范围之内 教会建了十几座教堂 办了120多所小学 用花苗文编了乌蒙山区平民十字课本 搞了一个十字课本 这个平民十字课本涵盖了所有苗人生活地区 整个乌蒙山区的风气都编了 咱们知道这个苗家女性的 她那个白银服饰 喀朗朗喀朗的 很贵重的 一代代残下来的 这个奶奶的彩礼 这个妈妈结婚的彩礼 这么攒下来的 伯格里时代的时候 男子求婚女孩子彩礼多了一项 什么呢 得要你把这个十字课本先背下来 光有白银不够用 要有知识 要有涵养 所以这男孩子看中哪个漂亮姑娘 着急 平时不好好学习 现在怎么办呢 晚上加班 点油灯 背书 不然呢 还娶不着姑娘了 有了信仰 有了文化 这人呢 就开始变了 原来呢 每个苗寨村头都有一个叫花房 这是个民俗 什么呢 这女孩啊 苗族女孩13岁 14岁的时候 就可以进到花房去找男孩子 所以经常有女孩怎么办呢 就会早孕 十三四岁就就背着玩了 而且还怎么样 这容易传染疾病 伯格里来了之后就规定了 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 男性22岁 女性20岁 才能结婚 伯格里因为你想 他给苗家带来文化影响力很大 苗族人真的是 这不像过去那样容易受人欺负了 苗族人就管伯格里叫苗王 愿意服从他 听从他 所以你想当王了的伯格里就说了 让苗人把花房烧掉 就说 你就是不信基督教 你也得讲卫生啊 是不是你要注重道德伦理呀 伯格里在1914年还在这个地方建了一支足球队 你想伯格里英国人嘛 他在伦敦当小会计的时候就喜欢踢球 1914年 当时中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足球为何物啊 伯格里就带着当地人在半山腰上建了一座球场 半山腰 你想这球一旦啪一脚踢飞踢高了 直接就奔山底下去了 这苗族老人回忆说可有意思了 当年是一脚把球踢飞了 捡球怎么办 滴了这个中午饭去的 你得花一天时间才能把球捡回来 所以可有意思了 石门侃足球队的风格就是什么 短船渗透 因为他不敢大脚传珠嘛 怕捡球去 对 后来这个大山里的足球队到处都拿冠军 当时四川军阀杨森有一支号称中国第一的足球队 结果呢 两次比赛输给了山里的足球队 杨森一听到属下汇报 又输了 啪 一拍桌子 老子的队伍打仗都不怕 怎么还打不过这些山里娃娃 说怎么回事 那个时候啊 那足球跟现在不一样 它是实心的 外面包的这层牛皮呀 这缝线的地方啊 很粗糙 带棱带脚的 你想啊 这杨森球队 他只敢用脚踢 石门侃那些孩子是被伯格里这样的英国教练带出来的 高高跳起 用头顶球 看着对方都傻眼 你还敢用头顶 这个中玩也实心的 杨森听完汇报 回过味来了 怪不得打不过他们的 原来这石门侃的足球队是空军啊 后来杨森还带了一些苗族孩子出来 后来他们成了中国第一个国家队的队员 苗族人的习俗这一辈子洗三次澡 生死结婚 生死两次还都别人给洗了呢 伯格里就破了这个习俗 建起了游泳池 让苗族人学会了游泳 上个世纪的30年代 石门侃这山里面培养出来的苗族人的 西方医学博士 伯格里还建了麻风病院 后来又建立了平民医院 缺医少药的乌蒙山区这些医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到了1915年的9月 石门侃流行伤寒 51岁的伯格里因为护理患伤寒症的学生染上了疾病 历史上的今天 9月16号这天 他去世了 伯格里走了之后 石门侃的传奇还在继续 有两代人的英国的传教士陆续前来 让整个花苗皈依基督 这一神迹在西方传教史上是具有非常重要地位的 这个被称为边远的山区 最为边缘化的苗族居民区 有了足球场 有了邮电局 世界都不知道贵州的时候 信可以从欧洲直接寄到石门侃 它成为了中国西南的文化中心、 教育中心、体育中心和麻风病治疗中心 1949年以后 当局给石门侃扣上了两顶帽子 第一个帽子是基督教的传播 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第二个帽子说石门侃的地方有西方的特务 于是一个中共建政前在中国西南地区 文明程度已经达到最高的山区石门侃 成了一个阶级斗争最激烈、最复杂的地方 从50年代初期开始 基督徒被勒令还俗 外国传教士被驱赶 宗教信仰体系崩塌 1968年 红卫兵来了 推倒了游泳池的墙 水被放掉了 足球场也被捣毁 硬生生的重上庄稼 从1949年开始 坚持信仰顽强活下来的基督徒 在文革期间 躲进大山的山洞里进行祈祷 结果被民兵包围、屠杀 死者里面还有身怀六甲的孕妇 信仰体系的崩塌呀 直接导致了文化的退化、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倒退 1989年调查 石门坎地区10个人一床棉被 88%的儿童失学 因为贫困而接受政绩的这个家庭 达到了98% 2004年 慈善会成员来到这里发现石门坎 这人口14000人 信用社的个人存款总数22万 再加上8万元的学生报名费 人均不到30元人民币 西南贫困山区的建设 几乎是当前执政者无法解决的难题 唯物论者看到的只有无穷无尽的高山 没有办法进行商品流动 无神论者更无法理解当年一个 这个伦敦小会计出身的传教士是怎样把这个 被世界遗忘的极度贫穷之地 建设成人间天堂的 初春的山区依然很冷 孩子们朗朗的读书生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 建立了新中国 领导人民走向富墙 这声音 墙有力的穿透 乡村小学的没有玻璃的窗户 散播在大山的雾霾中 人们穿过墓西高的草丛 走过只剩下断墙的游泳池 来到伯格里的墓前 周围长满了杂草 只有不知道是谁留在那里 一小把黄花在墓碑前 这束野花在寒风中产力 历史上的今天 伯格里牛皮大的学校 贫困的师门坎啊 因为有了信仰 你曾那么富足